朋友们,2024年1月28日,我们继续来读经 今天会读到的章节有 生命纪27、28、29章 真言27、28、29章 以及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好的,我们先来到生命纪27章 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 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你们过了约旦河,到耶和华 你神所赐给你的地 当日要树立几块大石头,涂上石灰 当你过了河,进入耶和华 你神所赐给你留来与密之地 正如耶和华,你列主的神所应许你的 你要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 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基利新山上 照我今日所吩咐的,把这些石头树立起来 涂上石灰,你在那里要为耶和华 你的神住一座石坛,却不可动用铁器在石头上 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祝耶和华 你神的坛 在坛上,将凡祭献给耶和华 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 在那里吃,在耶和华 你的神面前欢乐 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 清楚地写在石头上 摩西和利未加的祭司 吩咐以色列众人说 以色列你要静默倾听 你今日已成为耶和华 你神的子民了 你要听从耶和华 你神的话 遵行他的诫命律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当日摩西吩咐百姓说 你们过了约旦河 西缅 利未 犹大 以撒加 约瑟 和汴亚敏等支派的人 要站在基尼新山上 为百姓祝福 旅便 加德 亚瑟 西布伦 但 和拉弗塔利等支派的人 要站在以巴禄山上 宣布诅咒 利未人要大声 对以色列众人说 凡制造耶和华 所证悟的偶像 无论是雕刻的 是铸造的 就是工匠用手造的 或暗中设置的 这人必受诅咒 众百姓要回应说 阿们 亲慢父母的 必受诅咒 众百姓说 阿们 罗姨临摄地界的 必受诅咒 众百姓要说 阿们 引领瞎子走错路的 必受诅咒 众百姓要说 阿们 对寄居的 孤儿和寡妇 去往正直的 必受诅咒 众百姓要说 阿们 与继母同情的 必受诅咒 因为她掀开 父亲衣服的下边 众百姓要说 阿们 与寿交合的 必受诅咒 众百姓要说 阿们 与同父异母 或同母异父的 姊妹同情的 必受诅咒 众百姓要说 阿们 与岳母同情的 必受诅咒 众百姓要说 阿们 暗中击杀 灵舍的 必受诅咒 众百姓要说 阿们 受贿赂 击杀人 而流无辜之血的 必受诅咒 众百姓要说 阿们 不坚守 遵行 这律法之话的 必受诅咒 众百姓要说 阿们 生命纪二十八章 你若流心 听从耶和华 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 他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 他必使你 超乎地上的 万国之上 你若听从 耶和华 你神的话 这一切的福气 必领到你身上 追随你 你在城里 必蒙福 在田间 也必蒙福 你身所生的 你地所产的 你身处所生的 牛肚 羔羊 都必蒙福 你的筐子 和你的揉面盆 都必蒙福 你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耶和华 必使那起来 攻击你的仇敌 在你面前溃败 他们从一条路 来攻击你 必在你面前 从七条路逃跑 在你仓房里 以及你手 所做的一切 耶和华 必发令赐福给你 耶和华 你神 也必在 所赐你的地上 赐福给你 你若谨守 耶和华 你神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 他必照他 向你所起的事 立你为 自己神圣的子民 地上的万民 借你归在 耶和华的名下 就必惧怕你 在耶和华 向你列祖 启示 应许赐你的土地上 他必使你 身所生的 深处所生的 地所产的 都丰富 有余 耶和华 必为你敞开 天上的宝库 按时降雨 在你的地上 他必赐福 你手里 所做的一切 你必借给 许多国家 却不必 去借贷 你若听从 耶和华 你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 谨守遵行 耶和华 就必使你 做手 不做尾 居上 不居下 只要你不偏左右 不背离 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 一切话 也不随从 别神 侍奉他们 你若不听从 耶和华 你神的话 不谨守 遵行 他的一切 借命 律力 就是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 这一切的诅咒 必领到你身上 追随你 你在城里 必受诅咒 在田间 也必受诅咒 你的筐子 和你的揉面盆 也必受诅咒 你身所生的 你地所产的 以及牛肚 羔羊 都必受诅咒 你出也受诅咒 入也受诅咒 耶和华 因你作恶 你弃他 必在你手里 所做的一切 使诅咒 困扰 责罚 淋到你 直到你被除灭 直到你迅速灭亡 耶和华 必使瘟疫 紧贴着你 直到他把你 从所进去 德威耶的地上灭绝 耶和华 要用 牢病 热病 发炎 高烧 刀剑 缝风 和煤烂 攻击你 这些要追赶你 直到你灭亡 你头上的天 要变成铜 下面的地 要化为铁 耶和华 要使那降在 你地上的雨 变为灰尘 尘土从天 落在你身上 直到你被除灭 耶和华 必使你在仇敌 面前溃败 你从一条路 去攻击他们 必从七条路逃跑 地上万国 必因你而害怕 你的尸走 必给空中的飞鸟 和地上的走兽 做食物 却无人轰干 耶和华 必用埃及人的窗 溃伤 选和戒 攻击你 是你不得一致 耶和华 必用癫狂 眼瞎 心惊 攻击你 你必在五间摸索 好像盲人 在黑暗中摸索 你的道路 必不亨通 天天受人欺压 抢夺 无人搭救 你聘了妻子 别人 必与他同情 你建了房屋 却不得住在其内 你栽着了葡萄园 却不得享用 所接的果子 你的牛 在你眼前窄了 你吃不到他的肉 你的驴 在你眼前被人抢夺 却逃破回来 你的羊 被敌人拿走 无人帮助你 你的儿女 被交给别国的民 你的眼目 终日切忘 甚至失明 你的手 却无论为力 你地所产的 和你劳力 所得的 必被你所不认识的 百姓吃尽 你天天只被欺负 受压制 甚至你因眼中 所见的景象 而疯狂 耶和华 必攻击你 使你膝上 腿上 从脚掌 到头顶 都长满了毒疮 无法医治 耶和华 必将你 和你 所立统治 你的王 临到你和 你列祖 不认识的国去 在那里 你必 侍奉别神 就是木头 和石头 你在耶和华 赶你 到了万民中 要令人惊骇 成为笑柄 被人讥笑 你撒在 田里的种子 虽多 收的却少 因为蝗虫 把它吃光了 你栽子 修整葡萄园 却没有酒喝 也不得储存 因为虫子 把它吃了 你全境 有橄榄树 却得不到 有抹生 因为你的橄榄 都掉光了 你生儿育女 却不属于你 因为它们 必被掳去 你所有的树木 和你地里的出产 必被蝗虫吃尽了 在你中间寄居的 必上升 高过你 高而又高 你必下降 低而又低 它必借给你 你却不能借给它 它必做手 你必做尾 这一切的诅咒 必领到你 追赶你 赶上你 直到把你除灭 因为你不听从 耶和华 你神的话 不遵守 他吩咐的诫命 律力 这些诅咒 必在你 和你后裔身上 成为神迹其次 直到永远 因为你富裕的时候 不以欢喜 快乐的心 侍奉耶和华 你的神 所以你必在饥饿 干渴 赤身 缺乏中 侍奉仇敌 那是耶和华 派来攻击你的 他必把铁饿 夹在你的景象上 直到把你除灭 耶和华 要从远方 地极之处 带一国来 如鹰 飞来攻击你 这国的语言 你听不懂 这国的人 面貌凶恶 不给长者面子 也不恩待年轻人 他们必吃你 深处所生的 和你田地所产的 直到你被除灭 你的五谷 新酒 和新的油 以及牛肚 羔羊 他都不给你留下 直到死你灭亡 他们必在你的个城 围困你 直到你在全地 所倚靠 高大坚固的城墙 都倒塌 他们必在 耶和华 你神所赐给你 全地的个城 围困你 你在仇敌 围困的窘迫中 必吃你本身 所生的 就是耶和华 你神 所赐给你的 儿女之肉 你中间 连那温和文雅的人 都必能眼恶待自己的兄弟 和怀中的妻子 以及他所剩下其余的儿女 不把所吃儿女的肉 分一点给他们任何一个人 因为在被仇敌围困 陷入窘迫的个城中 他已经一无所剩 你中间柔顺娇嫩的妇人 甚至因柔顺娇嫩 脚不肯踏地的妇人 也必能眼恶待他 怀中的丈夫 和自己的儿女 在被仇敌围困 陷入窘迫的城镇中 他因缺乏一切 就要暗中 把从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包衣 和所生下的儿女 吃了 这书上所写 律法的一切话 是叫你敬畏耶和华 你神尊荣可谓的名 你若不谨守遵行 耶和华就必将其意的灾害 就是严重持久的灾害 和长期难治的疾病 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 他必使你所畏惧 埃及一切的疾病 领到你 紧贴着你 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 灾害 耶和华也必降在你身上 直到你被除灭 你们虽然呈向天上的心那样多 却因不听从耶和华 你神的话 所生的人丁就稀少了 耶和华先前怎样喜爱 善待你们 使你们争多 耶和华也要照样喜爱 消灭你们 使你们灭绝 你们必从所要进去 德威耶的地上被拔除 耶和华必把你们分胜在万民中 从地的这边到地的另一边 在那里你必侍奉你 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神明 就是木头和石头 在那些国中 你必得不到安宁 脚掌也没有安歇之处 耶和华却要使你在那里心中发灿 眼目失明 精神沮丧 你的一生悬空不安 你昼夜恐惧 生命没有保障 你因心中的恐惧 眼睛所见的景象 早晨必说 但愿现在是晚上 晚上必说 但愿现在是早上 耶和华要用船 把你送回埃及去 走 那我曾告诉你 不再看见的路 在那里 你们必卖生物 给你的仇敌 做卢币 却没有人要买 生命纪29章 耶和华在和列山 与以色列人逆约以外 这是耶和华在摩牙地 吩咐摩西 与以色列人 立约的话 摩西招权以色列来 对他们说 耶和华在埃及地 在你们眼前 像法老和他众臣谱 以及他的权地 所做的一切事 你们都看见了 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考验 那些神迹和大奇事 但耶和华到今日 还没有使你们心的明白 眼能看见 耳能听见 我宁你们在旷野四十年 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 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 你们没有吃饼 也没有喝 清酒 烈酒 好让你们知道 我 耶和华是你们的神 你们来到这地方 西十本王西红和巴山王厄 出来迎击我们 与我们交战 我们击败了他们 取了他们的地 给旅便之派 加德之派 和马拉西半之派为业 所以你们要谨守这约的话 遵行他们 好使你们在一切所做的事上 横通 今日你们全都要站在 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 就是各领袖 主长 长老 官长 以色列 所有的男子 你们的妻子而律 你营中寄居的 从为你砍财 到为你挑水的人 为要使你进入 耶和华 你神的约 就是耶和华 你神今日 向你起事 所立的 这样 他今日 要立你 做他的子民 他做你的神 是照他 向你所应许的 又照他 向你 列祖 亚伯拉罕 以上 雅各 所起的事 我不单单 与你们 列这约 起这事 就是今日 与我们一同 站在耶和华 我们神面前的 而且也包括 今日 不在我们这里的人 你们知道 我们曾住过埃及地 也经过 列国 从他们中间穿越 你们也见过 他们的可证之物 他们 木 石 金 银的偶像 唯恐你们中间有人 或男或女 或宗族 或支派 今日心里偏离 耶和华 我们的神 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命 又怕你们中间 有根 长出苦菜 和阴沉来 这样的人 听见这诅咒的话 心里还侥幸说 我虽然随着顽固的心 行事 却还是平安无事 一致有水的 和无水的 都消灭了 耶和华 必不愿饶恕他 耶和华的怒气 与嫉妒 必向他 如烟冒出 将这书上 所写的一切诅咒 都架在他身上 耶和华 也要从天下 图去他的名 耶和华 必照着 写在律法书上 约中的一切诅咒 将他从 以色列 众子派中 分别出来 使他遭受祸害 你们的后代 就是接续 你们新奇的子孙 和远方来的外邦人 看见这地的灾祸 以及耶和华 所降于这地的疾病 遍地都被牛黄和盐 心事不能耕种 没有出产 连草都长不出来 好像耶和华 在怒气和愤怒中 所倾服的索多玛 俄摩拉 亚马 喜饼一样 万国必说 耶和华 为什么像此地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大发猎路呢 人必说 这是因为这地的人 离弃了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去侍奉别神 敬拜他们 所不认识的神明 这是耶和华 未曾允许的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 向着地发作 将这书上 所写的一切诅咒 都降在这地上 耶和华在怒气 愤怒 大老恨中 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 扔到别的地上 像今日一样 隐秘的事 是属耶和华 我们神的 但明显的事 是永远属我们 和我们子孙的 为要叫我们遵行 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接下来是 真言27章 不要为明天自夸 因为你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何事 要让陌生人夸奖你 不可用口自夸 让外邦人称赞你 不可用嘴唇称赞自己 石头城杀土重 欲望人的老怒 比这两样更沉重 愤怒为残忍 怒气像狂澜 唯有嫉妒 谁能挡得住呢 前面的责备 胜过隐藏的爱情 朋友家的伤痕 出于忠诚 敌人的亲吻 却是多余 人吃饱了 厌恶风房的蜜 人饥饿了 一切苦物都绝甘甜 人离故乡漂泊 就像雀鸟泥窝 四处飞翔 高油与香料 使人心喜悦 朋友诚信的劝勉 也是如此甘美 你的朋友 和父亲的朋友 你都不肯离弃 你招乱时 不要上兄弟的家去 相近的宁舍 强如远方的兄弟 我儿啊 你要做智慧人 好叫我的心欢喜 使我可以回答 那辱骂我的人 通达人 见货就常躲 愚蒙人 却前往受害 谁为陌生人担保 就拿谁的衣服 谁为外邦女子做宝 谁就要承担 清晨起来大声 给朋友祝福的 就算是诅咒他 下雨天 年年低漏 好争吵的妇人 就是这样 男主他的 就是男主风 又像用右手抓油 以铁磨铁 越磨越腻 朋友当面琢磨 也是如此 看守无花果树的 逼吃树上的果子 敬奉主人的 逼得尊荣 水中照脸 彼此相扶 人心相应 也是如此 阴间和民府 永不满足 人的眼目 也是如此 鼎为念银 卢为念金 口中的称赞 也是念人 用处 把愚望人 与古力 一同倒在旧中 他的愚昧 还是拟不了他 你要详细 知道你羊群的景况 留心照顾你的牛群 因为财富不能涌牛 冠冕 岂能存到万代 青草除去 嫩草长出 山上的菜酥 也被采收 绵羊可以做衣服 公三羊 可做田地的价值 并有母三羊 来够你吃 够你养家 和女仆的生活 真言28章 恶人虽无人追赶 也逃跑 一人却胆壮 像狮子 地上应有罪过 君王就都更换 令聪明和有见识的人 国必长存 穷乏人 欺压贫寒人 好像暴雨少过 不留粮食 离弃律法的 夸奖恶人 遵守律法的 却与恶人相争 恶人不明白公义 唯有寻求 耶和华的 无不明白 心为纯正的穷乏人 胜过形势 弯曲的有钱人 谨守教诲的 是聪明之子 与贪食者为伍的 却羞辱其父 人以后利 增加财富 是给那 怜悯贫寒人的基财 转而不听教诲的 他的祈祷 也可证 诱惑政治人 行恶道的 必掉在自己的坑里 唯有完全人 必承受福分 有钱人自以为有智慧 但聪明的贫寒人 能看穿他 一人高声 有大荣耀 恶人兴起 人就躲藏 遮掩自己过犯的 必不顺利 承认且离弃过犯的 必蒙怜悯 长存敬畏的 这人有福了 心里刚硬的 必陷在祸患里 邪恶的君王 压制平民 好像吼叫的狮子 又如密室的熊 无知的君王 多行暴略 恨恶非分之财的 必年长日久 背负流人血之罪的 必逃跑直到地府 愿无人帮助他 行为政治的 必蒙拯救 形势弯曲的 历时跌倒 耕种自己田地的 粮食充足 追求虚服的 穷困辽道 诚实人 必多得福 想要急速发财的 难免受罚 看人情面 是不好的 却有人 因一块饼 而犯法 守财卢 想要急速发财 却不知 穷罚 必拧到他身上 责备人的 后来 蒙人喜悦 多于 那用舌头 惨媚人的 抢夺父母静说 这不是罪过 此人与毁灭者 同类 心中贪婪的 挑起争端 以好 耶和华的 必得风欲 心中 自以为是的 就是愚昧人 凭智慧行事的 必蒙拯救 周济穷罚人的 不自缺乏 遮掩不看的 多受诅咒 恶人兴起 忍就躲藏 恶人败亡 亦人必争多 真言二十九章 人屡次受责罚 仍然映着景象 他必须刻被毁 无从一致 一人争多 名就喜乐 恶人掌权 名就叹息 爱慕智慧的是 父亲喜乐 结交妓女的 却浪费钱财 王借公平 是国坚定 抢所共物的 是他毁坏 惨媚宁舍的 就是涉罗网 判他的脚 恶人犯罪 自现圈套 唯独一人欢呼喜乐 一人关注贫寒人的案情 恶人不明了 这种知识 傲慢人煽动全城 智慧人只惜众禄 智慧人与愚望人有征送 或路或笑 总不得安宁 好牛人血的 恨恶完全人 政治人却顾惜他的性命 愚昧人 怒气全发 智慧人自我平息 君王若听谎言 他一切臣谱 都是奸恶 穷乏人和欺压者相遇 耶和华使他们的眼目明亮 君王凭诚信 判断贫寒人 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 仗打和责备 能增加智慧 任性的少年 使母亲羞愧 恶人多 过犯也加多 一人必看见他们败亡 管教你的儿子 他就使你得安宁 也使你心里喜乐 没有异象 明就放肆 唯遵守律法的 便为有福 仆人不能靠言语受教 他即使明白 也不回应 你见过言语急招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人将仆人从小交养 至终必带来忧伤 好生气的人挑起争端 暴露的人多多犯错 人的高傲是自己蒙羞 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 于盗贼分赃的 是恨恶自己的性命 他虽听见发誓的声音 也不告诉人 惧怕人的陷入圈套 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 求王恩的人多 人或公正乃至耶和华 不义之人 义人证悟 行事正直的恶人证悟 昨天我们读完了雅各 接下来我们就读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第一章 当乌西亚 约坦 亚哈斯 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 亚摩斯的儿子 以赛亚 建议将 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天哪 要听地啊 侧耳而听 因为耶和华说 我养育儿女 将他们养大 他们竟背逆我 牛认识主人 驴认识主人的朝 以色列却不认识 我的名却不明白 祸灾犯罪的国民 担着罪孽的百姓 行恶的族类 败坏的儿女 他们离弃耶和华 藐视以色列的圣者 背向他 与他疏远 你们为什么屡次背腻 继续受责打呢 你们已经满头疼痛 全心发昏 从脚掌到头顶 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竟是创伤 瘀青 与流血的伤口 未曾起劲 未曾包扎 也没有用高滋润 你们的土地荒芜 城镇被火烧毁 你们的田地 在你们眼前 被陌生人侵吞 既被陌生人倾妇 就成为荒芜 仅存的西安 好似葡萄园的草棚 如瓜田中的茅屋 犹如被围困的神 若不是万君之耶和华 为我们留下 一些幸存者 我们早已变成索东马 像俄摩拉一样了 索东马的官长 你们要听 耶和华的言语 俄摩拉的百姓 要侧耳 听我们神的教诲 耶和华说 你们许多的祭物 与我何意呢 公绵羊的繁迹 和肥处的油脂 我已经逆繁了 公牛 羔羊 公山羊的血 我都不喜悦 你们来朝见我 谁向你们的手 要求这些 使你们践踏 我的愿语呢 不要再献 无谓的贡物了 香是我所证悟的 我不能容忍 行恶 又守严肃惠 初一 安息日和召集的大会 你们的初一和节期 我心里恨恶 他们成了我的重担 担当这些 令我厌烦 你们举手祷告 我必遮掩不看 就算你们多多祈祷 我也不听 你们的手沾满了血 你们要洗涤 自洁 从我眼前除掉恶行 要停止作恶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帮助受欺压的 替孤儿申冤 为寡妇辩护 耶和华说 来吧 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的罪 虽像诸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岩 必白如羊毛 你们若甘心听从 必吃地上的美物 若不听从 反到背腻 必被刀剑吞灭 这是耶和华 亲口说的 中性的臣 竟然变为妓女 从前充满了公平 公义聚在其中 现今却有凶手居住 你的银子变为渣子 你的酒用水冲淡 你的官长悖逆 与盗贼为伍 全都喜爱贿赂 追求偿物 他们不为孤儿申冤 寡妇的案件 也沉不到他们面前 因此 主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大人者说 爱 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 向我的仇敌报仇 我必反手反对你 如简念尽你的渣子 出尽你的杂志 我必回复你的审判官 像其初一样 回复你的谋事 如起现一般 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臣 忠信之义 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 其中归正的人 必因公义得蒙救赎 但被逆的和犯罪的 必一同败亡 离记耶和华的避之消灭 那等人 必因所喜爱的圣树爆溃 他们必因所选择的原子蒙羞 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 如无水的原子 有权势的必如麻线 它的作为好像火花 都要一同粉烧 无人扑灭 以赛亚书第二章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所见 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事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 超乎诸山 高举过乎万岭 万国都要留归这山 必有许多民族前往 说 来吧 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到雅各神的殿 他必将他的道教导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教诲必出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他必在万国中施行审判 为许多民族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泥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进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 雅各家 来吧 让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你离弃了你的百姓雅各家 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习俗 又像菲利士人一样观星象 并与外邦人击掌 他们的国满了金银 财宝也无穷 他们的地满了马匹 战车也无数 他们的地满了偶像 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 就是自己手指所做的 有人屈膝 有人下跪 所以不要饶恕他们 当进入盘石 藏在土中 躲避耶和华的金鹤 和他威严的荣光 到那日 眼目高傲的必降碑 狂妄的人必屈膝 唯独耶和华被遵从 因万君之耶和华的一个日子 要领到所有骄傲狂妄的 领到一切至高的 使他们降为碑 领到泥巴嫩高大的香薄树 拔散的橡树 领到一切高山 一切峻里 领到一切碉堡 一切坚固的城墙 领到踏实 一切的船只 一切华丽的船艇 人的骄傲必屈膝 人的狂妄必降碑 在那日 唯独耶和华被遵从 偶像必全然废弃 耶和华兴起 使地大震动的时候 人就进入石洞和土穴里 躲避耶和华的金鹤 和他威严的荣光 到那日 人必将 召来敬拜的金偶像 银偶像 抛给田鼠和蝙蝠 耶和华兴起 使地大震动的时候 人就进入盘缝和盐系里 躲避耶和华的金鹤 和他威严的荣光 你们不要依靠世人 他只不过 鼻孔你有气息 算得了什么呢 以赛亚书第三章 看哪 主万君之耶和华 要从耶路撒冷和犹大 除掉众人 所倚靠的 所仰赖的 就是所倚靠的娘 所仰赖的水 除掉勇士和战士 审判官和先知 占卜的和长老 除掉武士夫长和险要 谋士和巧匠 以及擅长法术的人 我必死孩童做他们的领袖 幼儿管辖他们 百姓要彼此欺压 个人欺压宁舍 青年要武慢老人 卑贱的要武慢尊贵的 人在父家 拉住自己的兄弟 你有外衣来做我们的官长 让这些败坏的事 归于你的手下吧 那时他必扬声说 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 我家里没有粮食 也没有衣服 你们不可逆我做百姓的官长 耶路撒冷败落 犹大清党 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 与耶和华相悖 无视于他荣光的眼目 他们的脸色证明自己不正 他们诉说自己 像索多玛一样的罪恶 毫不隐瞒 他们有祸了 因为作恶自害 他们要对义人说 他是有福的 因为他必吃自己行为 所接的果实 恶人有祸了 他必遭灾难 因为他要按自己手 所做的受报应 至于我的百姓 统治者剥削你们 放高利贷的人管辖你们 我的百姓啊 引导你的使你走错 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 耶和华兴起诉讼 站着审判万民 耶和华必审问 他国中的长老和领袖 你们 你们摧毁葡萄园 抢夺困苦人 囤积在你们家中 你们为何压碎我的百姓 连磨困苦人的脸呢 这是万君之主 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因为西安狂傲 行走挺向 卖弄掩幕 敲步徐行 脚下叮当 主必使西安 头顶长窗 耶和华又暴露其下体 到那日 主必除掉华妹的竹饰 鹅带 鱼月牙圈 耳环 手镯 面纱 头巾 竹链 华带 香盒 扶郎 戒子 笔环 礼服 外套 披肩 皮包 手镜 细麻衣 头饰 杀金 必有腐烂 代替心香 绳子 代替腰带 光秃 代替美发 麻衣细腰代替华服 诺恒代替美貌 你的蓝钉 必倒在刀下 你的勇士 必死在镇上 西安的城门 必悲伤 哀嚎 他必荒凉 坐在地上 好的 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为止 明天我们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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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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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